你讀IG、Facebook 時,有沒有見過這些帖子? 介意私隱安全,不想上載自己的照片 會不會都想可以自己做到這樣的效果? 大家好,歡迎收看NITIA,我是Anita 我們的AI教學系列已經出了很多不同的題目 但一直以來我都沒有講過影片生成 原因是每次我想講,都會有個新平台出現 然後人們又會說他屌打上一個 搞到我每次都不知道講不講好 再加上,之前除了Animated Div之外 比較上質素可以叫做用得到的都是Web Platform 如果你要做的是Text to Video都更好些 但如果你想做這類動態人像 就要Upload你的照片給他 私隱安全,有一定的危險 今天我除了會比較一下現在有的影片生成工具之外 還會介紹一款可以在ComfyUI上行的影片生成 配合之前AI教學的Laura 可以做到這樣的動態人像效果 記住看到最後啦 首先,由於我開場有講過Animated Div 所以循例都要講一下 Animated Div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 在最近這堆影片生成工具推出之前 它已經算是最接近可以做到影片生成效果 不過,它說穿了都不是真的用影片生成的原理 而是生成一堆比較相似的圖片出來做Frame 然後連在一起變成一張Drift圖 所以它只能夠生成一條一秒多些 又不是很連貫的Drift圖 由於我不會叫它做影片生成 所以我就不拿它來做比較啦 首先是影片生成界的始祖,Runway Runway歷史悠久 它的第一和第二代,就是Gen1和Gen2 早在2023年2月已經有了 可惜的是,由於它的質素真的不算高 所以沒什麼人談論 而在今年的7月,它推出了Gen3的Alpha版 可惜就是,在它推出Gen3的Alpha之前 OpenAI已經剛剛announce了Sora 令大家會拿它們來比較 Sora,由OpenAI出品 在今年2月announce的時候已經stun了所有人 Sora是第一個突破10秒以下限制的影片生成工具 只是這條東京街頭的demo 當時已經令大家當它神地拜了 再加上它是由AI巨頭 OpenAI出品 大家都會expect它將會是影片生成界的GPT 好可惜呀,到了現在已經是10月了 已經過了8個月,還連推出的日子都未有 除了Runway Gen3 Alpha 今年7月,還多了兩個話題性的影片生成工具 以推出日期來排 這個應該是第二個才對 但由於我先試到這個 所以我就先說這個 它就是Luma Dream Machine 當時我第一件事就是將它這張Meme圖 變成影片 而結果,效果非常之好 我本身還以為我找到資料 但結果我用回IV Show 或者其他亞洲人放進去做Image to Video 結果會變成鬼佬鬼婆 我想應該是跟它的Training Data 全部都是外國人有關 同樣是今年7月 我國的視頻APP快手 就推出了Klink 亦即是可寧 由於一開始它是一定要大陸電話號碼 再加上排很久才可以玩到 所以我一直都試不到 去到8月 它終於開放給大陸人以外的人用 只要用Email就可以註冊 相信Training Data 它都是用大陸的Data 所以不會好像Luma 變成鬼佬鬼婆 由於它的效果非常之好 所以前陣子在社交媒體上 就流行了一段時間 將這些舊照片變成影片的熱潮 而近陣子它還推出了Version 1.5 不單是效果上大大地進步 還多了指定人或物件移動線的功能 可惜到現在1.5還是要課金 還要是課最貴的Plan才用到 這個價錢應該就不會人人都給了 今年9月 再推出了多一個叫Mini Max AI 海螺視頻 推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效果屌打可靈 我自己就覺得它的Text to Video效果是不錯的 不過我自己就喜歡用Image to Video多些 而且它只有一個Plan可以進入 沒有任何Plan可以玩 拿來做YouTube的過場都可以 如果要配合在其他Workflow上就難了 到我們今天的主角Cog Video 今年8月 Cog Video X就出了Open Source的5B版 不過當時只有Text to Video 效果不算很好 不過勝在可以在Comfy UI上走 不用上載任何東西給別人 而今年9月 它還出了Image to Video和Video to Video 效果不算完美 而且暫時只能整理到720x480 但如果拿來做這類小小動態的影片 都算是夠做的了 先說一下怎樣用 首先要下載Model 去Model Manager上搜尋Google-T5 你要下載的是這個 FP8-E4M3FN尾的這個 之後我們要下載Workflow 打開我說明欄第一條link 如果你想做Text to Video 就下載這個 Cog Video X X-5B-Example-01.json 之後拉進去Comfy UI 如果你有Missing Notes 就用Manager裝回它 之後基本上都是改一個Prompt 和Negative Prompt 就可以按QPrompt 我用步驟4090走 大概走了5分鐘 讓大家看看效果 如果要Image to Video的話 可以回到說明欄第一條link 下載這個CogVideoX-I-to-V-Example-01.json 最簡單 上載你的圖 再改一個Prompt 基本上就可以走得了 速度和Text to Video都差不多 不過由於我會想控制它 盡量不要太大動作 所以我會在它的Negative Prompt 最後加 Large Movement on Main Characters Change Camera Angle Face Distortion 就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了 竹林 Coganda Coganda MAY D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